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就是江南传泉 传泉不是从八二年开始的 五十年从七岁开始的 传泉是从流派 我们这个江南传泉是属于上海市 富一国家文化以前 称赴江南传泉的一个法律地 就在居角角 这种是传泉 就在船上打得泉 你说你这船头五千笼包 为打泉当时一句 我们这个江南传泉就像水一样 水无藏饮 泉无藏饮 不如说船上这一地美性 有哪个权使用 这个动作就逼人全权当中的一个精华 我们把各种物质当中的精华 写出到渐渐全权当中的 而且控制在这一个 两个平方米的一个地方 经营精神搁斗 在古典的时候 我们国家是什么 是农丽大国 在这种情况下 就产生了 重力要用牛 车门要用船 九十五的时候 我们清一湖水盲地区有土区 叫水湖帮 为了保护自己 所有农民都不会怎么样 学个塞索师座那种跑方式 船上帮一个 什么东西都会当兵器的 船高的高质啊 也可以 鸡垫的要低什么 鸡垫 手心要低 不能留着船高马辣 要一胸把闭 这是男权的功格 另外从日一个鸡公公 鸡公公是什么 张公 黑的手法都会 这个人没劲的 这几个 翻一肩 吹一手 淡一绝 去不离头 去不离手 如果你不离 一个月 两个人没劲 一年连你 身一半年都不离 那肯定都全会破坏了 武术真人 所有的武术 第一个就是武的 不能这个功夫 也就是欺负人家 还有一个呢 要翻演双武真人 要武术全手 全真人 双武真人 无什么 自够有 谁教你不要武 我们练的武术 就把自己留的钱打 待着呢 也不怕人来欺负 待着我们也不去欺负人家 这个时候 我们中国的国家的金人 来着我们武术的金人 从小孩子开始 就要开始练 不练练 还要评演武术文化的金人 少你钱 做过钱 就做个意思 其他的武术的东西 都是相通的 所以我们将来采取的一个特地 全在采量挡 现在不在采量挡 待着 这个我们应该留下来 来 有 有 有 嘿 拼滑 OK 可以 好 乑 淡 后俺 我 我 我今天认识了一个顾客 顾了几十年我不在了 他有多少人能想起他 江南传权全出上来 传承是一门禁忆的生命 师父们耳口相传 传权在一朝一世的传承中生生不息 他不再拘泥于传头方寸 而是踏上石地 走进校园 走进大壮沙国 传权作为上海传统武术文化的符号 蕴含着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武术精髓 拳者将一魂剑慷慨大气 拳打人生在雾牛之地中披荆斩棘的 不仅是拳 更是人生